尼莎入手轻团职,光色便宇寻常书,千年摇火,生生不息。 一壶黑纱寄托着迎惊人千百般的情愫, 是茶余饭后的杂谈,承载着细微的情感。 拉劈,被烧,初遥,每一步都要尽善尽美, 每一步都是人气合一, 制杀不仅是个苦活,更需一丝不苟。 曾是杀气世家第九代传承人曾庆红, 自有学习杀气制作手艺,深耕银精黑纱制作, 2015年,被评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, 在他手下无数精品杀气恰到好处, 应运而生,每一壶黑纱都含藏着古今, 他外形上的浑厚,是人们对历史的敬畏。 从学徒工到飞翼传承人, 在制作黑纱的三十七年里, 他已将生活捏紧了他的内运之中, 在九道工序中寻着黑纱的变化, 看到淘气的奥妙, 手工捏造的特点, 细在外, 而任于内。 两千年的传承显得如此独特, 黑纱在时间的流动中起伏, 仿佛点点滴滴地投入, 都成为人与黑纱的交流, 不变的传统与眼下的生活, 在遥坑里相遇, 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 而黑纱将一直相随左右。